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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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人 而是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丰富而有趣的人 美国大学录的是一个一个活灵活现的人 不是一个一个考试机器 你读四年学校不是为了拿那只文凭的 是为了在你半熟不熟的 这个从少年青年跨到青年和成年人的过程中 你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去锻造出你各方面的 这种阅历和贪图的气质 培养你的三观 所以一所好大学首先比如说 我觉得你周围的人就是很棒的 四年里面每天给你打交道的学生 每个人都很出色 学习好很有抱负和野心 另外你的教授也都是比如世界上著名的 做过杰出的贡献的科研的教授 所以你跟这帮人打交道 我觉得真的就是进猪者赤 就是你自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不由自主的你也会去更加努力 在考大学读书上课是个不一样的体验 你是每团课都学得很踏实很稀很谨慎 每个知识点真的是认真地学习过去 在美国你写论文是个完整的过程 从做研究到读大量的这个readings 到由你的各自的这个提高 到最后写出发展 是很完整很累的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 你不知不觉就提高了你的学术能力 说的稍微功利一点 就是好大学的平台高 给你资源就多 比如说宝洁或连立华这样的公司 也许它就会在复旦交大高 招更多的学生 它就不会在一个地方 三四线的学校招生 因为他们很相信学校的平台 在某些程度上 就反映了这个学校学生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读一所好大学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让你变成更优质的人 这个优质的意思是多方便的 一方便是让你成为更善文 更有同情心 更有社会关怀感的人 是一个更智慧 更有学识 更有深度的人 他确实把你变成一个 让你知道你之后想要 帮你帮你分手 因为学校里面有各种机会 各种人他们给你不同的影响 学校不读书 不是因为我发现在创业的时候 还是有挺多的东西 是欠缺的 我希望在一个很成熟的 很先进的NBA工商管理硕士 这种项目里 系统的把一些东西学得更好 更扎实一些 语言游说的技巧 融资的技巧 投资 就各方面的东西 我都还要再夯实一下 在这个非常丰富的平台里 结交心的人 你继续积累你的人脉 你换一种视角 当你从两年之后再出来的时候 你就更加成熟 更能够把你的视野做好了 努力 不服输 不因为迷茫 而让自己的生活得过且过 就是你要有一种积学感 动力能量的 你必须要觉得 我每天有这些目标 一二三我要好地去完成它 你觉得永远有一种动力 在drive你去work hard